是 當時來今天邀請的是一對交情超過20年的好朋友 Billy還有洪惠明老師 所謂交情超過20年是 中間有12年是沒有聯絡對不對 其實不止耶 更多嗎 她 年紀比我大 她看她算起來應該不止吧 應該是25左右 不過來往要減到 14 11年 沒有 我們有一次是4年不講話 後來最近這一次我以為還是4年 然後她說不是是8年 所以你們這樣是朋友嗎 是啊 4年不講話那一次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是在這一次之前 之前4年 然後中間有聯絡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變成8年又不講話 然後又到最近才有講話 對 很難得很難得 是很懶惰嗎 就是懶得聯絡還是 也不是 好第一次4年不講話是嗎 講恩仇也太深了 很重了一點 沒有到仇對不對 沒有啦 怎麼會 你跟好朋友 你不可能有什麼仇恨 就是兩個就是個性嘛 是太驕傲嗎 也不是 哎呀 你知道洪偉銘嘛 我們每次吃飯就說 好 跟洪偉銘吵架舉手 每一個人都舉手 後來我們剛才就說 沒有跟洪偉銘 不吵架的舉手 比較容易嘛 人比較少 對 還是沒有 沒有人 都吵過架了 可是跟他吵過架 還願意跟他 恢復那個交往嗎 會喔 你說出來這重點了 願意 你問嗎 所以他會先 因為我們分仇大恨 對不對 我們都是 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 這樣玩在一塊 然後 小小的吵架 沒有啊 就大家個性啊 那吵的點是什麼 沒有點 你怎麼會有點 就是這種個性的問題啊 很臭屁啊 或是怎麼樣 我們連在跳舞 兩個人在跳舞 都可以吵架 翻個身就可以罵一下 搞錯了 你們是互相叫對方賤人嗎 對 可以說嗎 我們剛剛還在研究的時候 可以說嗎 可以說嗎 賤人是我們的暱稱 對 然後我們賤人太多了 有一個朋友說 那個賤人怎麼樣 你說哪一位 對 所以叫賤人的時候不會生氣 所以絕對是好朋友 對 是夠好才能講 真的 你叫 你叫Hibby跟他也叫賤人嗎 平常不會這樣講 可是我如果好朋友敢這樣講 一定 夠交情才會嗎 所以賤人這個詞 還沒有退流行嗎 還是現在有別的詞 我不知道 可以講英文吧 那我們現在有的英文就是 對不對 對 可是 黃偉銘有一次跟你 跟你道歉 說帶年糕跟魚跟你道歉 誰說的 誰說的 你忘記了 他真的很會說謊 你忘記了 那你可以講嗎 我可以講嗎 我可以講嗎 先讓女生講 那個時候我剛交男朋友嘛 然後在交男朋友之前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同居 據說那個報紙寫的是 我們兩個同居還有一個小女孩 就Juby 你跟黃偉銘生了Juby 對 很好笑嗎 那新聞很好笑 那個時候報紙是這樣寫的啊 我委屈了 好阿瘋喔 對 苦了你了 他們說 然後那時候我又交男朋友 剛好就認識 那個我的前夫 很好笑 我那時候想要做個小女人嘛 早上起來啊 就做個吐司啊 火腿蛋啊 對不對 給那個男朋友吃嘛 然後黃偉銘就說 嗯 這個也要吃 那我沒有啊 然後那個人還嫌不好吃 所以他就說 你活該嘛 你還嫌不好吃 還沒 還煎牛排 從來不知道他會做菜 做菜給他吃的 他超會做菜 所以你為了那個男的 就開始 做一些女生做的事情 對 這也是他的技巧之一 然後黃偉銘就生氣了 對 你說你做好朋友的話 你跟他很好玩 就是那麼多年的朋友 他從來沒做過東西給你吃 突然他 我看那個廚房 女生本來就會見色忘友啊 為什麼 就是這句話 就是這句話 你為了 那可以吧 就是 你可以接受好友就是 為了男朋友就忘記 我可以 因為他們會先接受我這樣子 你會先這樣對不對 我是最明顯的 黃偉銘 你說還不是我洗的盤子 你少都說我 我只邊洗邊罵就是 他翻臉 他說這做也要吃 那鮮點也不好吃 活該 年糕跟魚是什麼時候 派他用場 我還記得 因為我做那個 那就是你的造型 好 那我們這個造型 應該是keep的一個鳳梨頭的 很punky的流行的 鳳梨頭 有一個鳳梨頭 照片看得到的話 OK 那我想說你上什麼節目 就是維持這個形象 對 突然怎麼 我在隔壁路綜藝一擺 那麼我知道他在隔壁路 另外一個節目 我一定覺得他看一個風仙妝 怎麼頭髮變成這個樣子 我說 頭髮怎麼這樣子 就造型不對的 對 他覺得方向來 能看嗎 你說 我就這樣一叫起來 那個人叫我 不要講話好不好 然後我就跟他吵起來了 他那個男友叫你不要講話 對 嫌你吵 反正很好笑 然後我就記得我站在中間 然後兩個吵起來 蛋出去 你知道 他就說 蛤 然後兩個吵起來 然後我在中間 我一個是好朋友 一個是男友 他拉個扇子這樣 摺著手 嘴巴都不講話 他哪有講話過 我就快 就想怎麼辦 這兩個人 後來他去日本 我們就搬出去 妳就跟男友搬出去 對 然後 過了一個禮拜他回來 然後他過年 他反正還是好朋友 他就拿了那個年糕阿魚 來看我這樣子 那其實那個時候 你知道女生在談戀愛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兩個又很好 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 怎麼辦 因為他們兩個吵架 你見面會很尷尬 那你為什麼不調解一下 他 他來不及他 你應該他哪管我都玩 管你去死 可是為什麼是年糕跟魚阿 過年 是魚 年年有魚嗎 過年嘛 我們都有 年年有魚阿 年糕生阿 這種的 吉祥湖 我還是蠻傳統的 有些部分 你根本拜年 他就饒過你了嗎 還是沒饒 真的 真的 他好狠的耶其實 喂 不要被他騙了 所以你當時就 決定不理這個人 因為你就很尷尬 因為那個人脾氣不是很好阿 對不對 我也不要 你也不好日了 我覺得也不要為難他 但是我結婚的時候他還是有來 而且我結婚的時候的衣服 都是他送的 我可以講嗎 你少來 好 你可以講嗎 你講請講 其實呢 四年這樣不見 然後 四年不見以後 至少我們兩個結婚對不對 很像阿 像不像 很像 像不像 像不像 所以讓我想 你是掛介紹人他們結婚的時候 對阿 他是阿 這是我介紹人 他比我早先認識 所以他還是認同你們兩個結婚阿 因為他來找我的時候已經 懷孕了 我說唉 算了 算了 好吧 我們就做 你幫他做的造型有幫他遮住肚子嗎 你看 不拍下半身就有原因的啦 OK 遮不住 你跟他那個前夫後來和好嗎 我們已經只能是朋友了 對阿 我就為事 我為什麼要把頭髮放下來 因為我只為那件事情而已 其實他沒有 OK 所以 可是他交了男朋友之後 就等於搬出你家 所以 他要搬出去 因為他生孩子啦 所以你們就沒有再同居了 沒有了 那你們同居多久 有七八個月吧 七八個月 他大肚子我還帶他跳接著吧 對 我那時候懷孕 他所以說才會有這個謠言出來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我們還是照樣每天去跳舞 對 第一胎第二胎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可以嗎 我照跳喔 他可以耶 他真的是Super 沒有你Super 所以當時是在Hilton嗎 Hilton Hilton那個是台灣最棒的Disco 一定要去的那個時候 你看到最就是 明星啊 當時同期的還有誰 多的咧 太多人了 太多人 你想得出來的 對啊 然後 胡音夢 對 胡音夢 對 然後去跳的時候 彼此都認得嗎 都認得啊 其實很好玩啊 我覺得那個地方不是很大 而且很容易認識朋友 大家都很開心啊 那來玩嘛 大家都很容易認識 真的在那邊認識的人 到現在都很開心 對 那你們那時候已經是明星了嗎 沒有 我那時候才在唱 我剛從美國回來 我在跟Band 就是Hilton的Band 就是我一個人在唱歌主唱 對 然後他們就是每天都來跳舞 所以那是你的地盤嘛 對 你們就因為這樣才認得的 沒有 是不是 認得其實是因為 黃茵 我陪黃茵在做Moon Night 對不對 我就看到一個女人的 喔好會動耶 我都搞掉了 哇這這個女人滿活潑的嘛 那我就 她好像跟她 那時候還跟你不熟 對 我們那時候 黃茵音也在那邊唱 然後她那時候 黃茵的衣服都是 都是我們做的 黃茵茵做 對 然後就介紹我們 她那時候就很臭屁 都不太 不太愛看人 OK 我也不理她 你知道嗎 知道 也就是在Hilton 後來我去美國 她回來了 我去美國 有人叫做Ivan 我用名字叫Ivan 叫我 是誰啊 穿了一個黑人的爆炸頭 那時候我記得我跟鐵牛對不對 對 就叫我那時候 對 你回來了 我們才接上這一段 OK 就從此到現在 對 那你們在家裡自己編舞的時候 是根據什麼 那時候又沒有video可以看 自己編喔 以前的舞才好玩 是大家一起排練的 對啊 然後在家裡要排好才去Disco 不像他們現在都是一個姿勢 一個人跳有沒有 對 那你以前是大家 大家要排好在家裡 然後去了Disco跳 有一個人跳錯 那個人會被罵死 真的 然後大家要站起來 一起跳 對 其實有一次我記得 歐陽菲菲 在結婚之前 她說她結婚之後 她有跟我們去跳一次舞 那我們就去Hilton 對 你還記得 那我們跳下去 跳Line and Dance 就是比如說這種腳步 跟著走樣子轉圈 大家要站起來 一排 分四個方向這樣跳 跳跳跳跳 其實我們跳了一半的時候 怎麼人都不見了 那英雲 還是我們還要跳下去 我們就想 全部人因為很多人 坐下來看 一當最紅的時候回來 因為有很多日冷客 一看看就認出飛飛馬 所以大家 我們要看完那一節 對不對 我們看完那一節 我們一下去全場舞蹈 我們笑死了 我想 因為他們覺得 這堆人是誰 怎麼這麼fashion又會跳舞 然後大家就坐下來 看你們跳 然後看我們表演 所以當時是很出風頭的事情 很好玩的 我們一直覺得是好玩 就是很好玩 而且Hilton那時候 常常每個月會辦 就是化妝 現在COP都不會這樣辦 以前是會辦化妝 然後你在家裡 你要自己去找步 做衣服 然後就為了那一天 你知道嗎 很好玩 可是他們訂的主題是什麼 FREE吧 很多種的 各種 SELINA年代沒有主題PAR了嗎 你們現在應該還有吧 你們還有制服或者是 你是說夜店嗎 就跳舞的地方 我不知道耶 我不常去 可是我們自己玩會有主題 會定一個主題 對 比如 學生服 學生制服啊 然後我今年生日是就是 紅沛綠啊 就是這種 我記得我們辦過一個Party 有一個主題就叫角色 角色 對 你扮演什麼角色嗎 就是護士啊或什麼 對啊 比如說 然後黃永弘辦一個是 呃台客 台客啊 他把那個褲子全部捲起來 捲一邊喔 捲一邊 然後穿那個木巾 然後我一個朋友辦你 然後咬檳榔 太寶 太寶 打過架的太寶 就化妝 說化個妝被打過架了 那我們不幸的就是Party結束的時候 他叫不到計程車 那是很棒 所以那時候的主題 並不是那種什麼狼人 或者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是角色比較Free嘛 對 比較可以發揮創 我們是幾百個人辦Party 是要開會的耶 不是 開了幾個月的會 不是 那是舊情妹妹的燈婚宴 請我們做 我說我幫你找十個正郎團 來幫你來弄這個四層樓的Party 我要生耶 我隔一個禮拜兩禮要生了 我那時候呢 我說 我說 妳做我的宮女好了 我現在講好 我說我要做Sisa 我說扮演Sisa 對 因為那樣是寬的白的 沒有 沒有身材 對 女房子媽做那個 做得太漂亮好不好 做皇后的 不要我 被埃及淹厚是不是 你看 這是我們組織一個Rimbo Rock 對 我還在跳舞喔 要快升耶 畢利與洪瑋寧 彈起昔日王是當場奔年 上次我忙我的 我也忙我的 對啊 我去看補給秀 他就做到正對秀 看到就 大家現在開玩笑說要抓妳跳舞 如果你跳得動的話 還真的會是 我當然跳得動 只跳舞也是一種運動 他都跳得動 為什麼我跳不動 我都扮演Sisa 對 因為那樣是寬的白的 沒有身材 對 女房子媽媽做這個 做得太漂亮好不好 做皇后的 不要我 被埃及淹厚是不是 你看 就是我們組織一個Rimbo Rock 對 對 我還在跳舞喔 要快升耶 你們很敬業耶 每一個都很棒 好愛喔 你們都是那種很愛 為了玩花時間的人 對啊 很好玩喔 是 那做衣服這些東西 錢都是 就自己出 其實 那時候我們就怕有些人 就化妝舞會有時候很怕 那個不來打扮 那個不來打扮 對 沒有誠意 我們都住了一百套的西服 在隔壁房間 你來你看的時候 你去換衣服 OK 那我們就這樣 就還留下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記憶 好用心喔 可是真的 我們玩得很用心 很棒啊 每個人的造型 那是多好玩啊 所以那時候 整天玩 然後 後來上電視也是當成玩嗎 對啊 一定要排舞的時候就很好玩 然後想要衣服要穿什麼 人家覺得說 現在穿個衣服那麼好 可是我們那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對 開始進電視圈之後就 一支就等於 工作加玩樂在一起 其實我們的工作就是玩 對啊 OK 那後來就變成 有沒有嚇到你 因為 現在的偶像賴覺得 穿衣服什麼都是工作吧 不會覺得這些是 我覺得 就沒有像是他們這麼開心 我們不要影響 我們好開心喔 就是 你排舞 然後晚上就去Discord 然後回來半夜 大家繼續在一起吃東西聊天 看資訊啊什麼樣的 對 所以你今天穿的這個是 你從印度帶回來的 對 要不要站起來秀一下 站起來秀一下 我在印度買的 妳站起來看看 在印度那個學校買的 對 它刺繡的滿漂亮的 對 你們學校的衣服還買 對 而且你買到都不會重複 因為大家 每件衣服都一件 你要走一下嗎 不要 不要 可是你 你額頭上有點字嗎 對 這就是開字會 對 就是每天在學校他們會 那是用什麼材料點的 這個因為我們是用貼的嘛 但在學校它是用那種 墨幫你點 有時候是紅的 有時候是黃的 所以點的意思是 它是 這是第三隻眼 讓你開智慧 哇 你有第三隻眼嗎 還好你沒有第三隻眼 就是地底 就是你的智慧嘛 所以那個學校是叫你做 很清修的生活嗎 對 我去之前在台北 就先學過了 對啊 就是該做的這些 做哪些事 最主要就是做 護膝嘛 你的調洗法 你同學都是各國人都有 對 全部 很多歐洲人 對 很多 要很早起嗎 五點 可是你差不多三點半就起來 因為 你要洗澡 靜心 你要靜身 因為這是冷水 那我第一天天氣就罵 把我朋友罵死的時候 我要回家了 可是那邊不是天氣很熱嗎 對 它很乾就對了 但是天氣在熱 你可以用冷水洗嗎 可以啊 還是要有一點溫度才能洗澡嗎 對啊 然後就是 大家就是很多人就已經很早起來 已經在做 三點半起床就先洗澡 一個一個洗澡 洗澡 然後你五點鐘就要去上課了 上什麼 就是 早上去的時候就是先Pray 先禱告 我跟你講最厲害的是 就是當你幾千個人一起盤坐在那個教室 那個教室是幾層樓高 然後空氣都不用冷氣 是空調非常好 然後鴿子這樣滿天飛 然後你就盤坐 然後當你一進去 幾千個人一起這樣 喔 那個食場有多棒 你看喔 一出來 我怕你變成RNBA 我真是的 而且我在想鴿子大便的事情 不是 你就這樣 那個食場太棒了 那剛開始去的時候 最讓你受不了的是早起這件事嗎 早起啊 還是冷水澡 然後冷水澡 然後你這麼早完了 你就是每天要爬山 因為學校太大了嘛 有湖啊 有什麼 你要過很多 爬那小山坡 然後獅子路口 然後這樣爬上爬下 去中心學校裡面上課 然後吃飯你要爬下來 去別的地方吃飯 都在學校裡面 那吃什麼呢 吃... 我跟你講 吃那個什麼阿羅普拉達 什麼叫阿羅普拉達 印度餅 對 那種印度的餅 然後那個飯 飯裡面有一些那個菜 然後它印度有機會 那個汁打出來 你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只有汁耶 黃色的 只有汁 沒有肉沒有青菜什麼 都打成汁了 OK 然後第一天你很不習慣 你覺得說 就是餅跟飯配那個汁 對 就是那種東西 然後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覺得 很害怕 可是好奇怪 你一吃你就不斷的排毒 OK 你一直不斷的排毒 好棒 然後後來你每天 整天上課練這些東西 你食慾就來 然後你一直吃 你多快就進入這種生活狀況 第三天我就進入了 那本來 本來不是想逃回來嗎 對 可是因為你一進去以後 你就覺得好開心 因為 其實這場去印度 你就是真的跟自己在一起 跟自己約會 對 跟自己在一起 可是要少講話是不是 我後四天是靜宇 那個我最不習慣 不可以講話 不可能的 你才不可能 四天不能講話喔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講 講說 這什麼 而且我還接手機 我還接手機把大家都嚇壞了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 很多人已經去了很多年了 人家都關機了 我還講電話 然後有被制止 沒有就是你自己會不好意思 後來我就趕快關機 那你可以傳簡訊啊 我不會傳呢 現在有熟悉 你還是不會傳簡訊 對 所以我就只好接手機 所以真的靜宇喔 靜宇四天喔 你去餐廳 你去學校上課 反正你們兩個就被聊過啊 你會崩潰 不講話 他才會崩潰耶 不講話 所以你還是就是很有羞恥心 又覺得不要 對 因為覺得不好意思嘛 對啊 這個東西是你人生第一次接觸到 對 這是你自己講的 早上 丟七點起來 然後吃 你現在回來還保持早睡早起的習慣嗎 對 對 所以每次我們吃完飯 她要照顧她自己的身體啦 對啊 對啊 她就是經常跟我講說 吃完飯去跳舞嘛 去跳舞嘛 我還在開她玩笑啦 她怎麼可以 可是你現在讓她去吃什麼 她吃什麼正常 我就問她吃什麼 她就說 只要熱的 她不能吃冷的 對 我不可以吃生的 而且其他沒有 食物種類上面 有有有有 因為我的食療老師 她會拔麥 每個禮拜拔麥 然後她會叫我吃什麼 她全部要寫下來的 每一種菜 寫下來然後叫你吃什麼什麼 所以 可是有時候我偷吃 對 你會偷吃什麼 你講清楚一點 像巧克力啊 不能吃的 對啊 對嘛 巧克力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食療的老師說不應該吃的東西 對 然後煎的炸的 其實炸的不要吃 也有偷吃嗎 嗯 會被老師罵是不是 對 對 她一拔麥她就知道了 OK 那她有一支引誘你吃不好的東西嗎 她 我 我才不管她了 她不管我 她只會說走啦 去跳舞 一跳舞 其實開心是最重要 我認為是 這是真的 因為情緒是最大的 負面的情緒是最大的 壓力啊 這是最大的讓你生病的 可是這次去檢查出來的結果 有把黃偉銘帶回到你的生活中來 是不是 她願意 妳願意 妳願意 不是 原來八年不聯絡 然後她又回來了 嗯 她看到新聞的時候 她就很關心我嘛 對啊 然後透過阿寬 是阿寬啦 說阿寬啦 是說 比妳在旁邊啦 真的啊 好吧 我就過去了 我先送個花啊 她把我罵一頓 對 這個人好過分 她送花給我 是 像最起碼你都知道嘛 對 她送花給我 花店員直接打到我手機耶 我就很生氣 你知道 我就馬上留言給她說 花明 謝謝妳送的花 也謝謝妳把我的電話 告訴全世界 謝謝賤人 不是 不是 電話店員跟我很熟啊 其實她沒有告訴全門人 因為我不知道 我那麼久了 我真的把她的地址也忘了 我說拜託拜託拜託 妳先把我送個花先 是這樣子 可是比利不喜歡 你把她手機隨便給陌生人 其實這個人我還信得過才給啊 OK 所以你們的第一句 恢復邦教的話就是賤人 對 我就拍把事情講清白 我說 妳還打她 對 我管她有真恐怖 可是真的要謝謝阿寬啊 真的 所以邱麗寬幫你們調解啊 阿寬 阿寬來看我的時候就是說 那個 洪偉銘 一直在講你們以前好玩的事情 對 然後他還是很想你 你們兩個怎麼這麼 年紀這麼大還這樣子 所以洪偉銘中間八年不聯絡很幼稚啊 我什麼時候說 我也忙我的啊 你們很幼稚啊 你們都 為什麼要請就很幼稚嗎 而且我們兩個很好笑 有一次我們兩個翻臉不講話 我啊 有一天也有一天 剛好路過她家嘛 就故意的 我就跟她搗蛋說 我下車你等我一下 我在她家按門鈴你知道嗎 按洪偉銘 然後就躲在車子裡面 然後就看到她開門 然後出來罵的時候 誰啊 誰啊 然後我一直笑 好誇張 我就一直笑 那是隊長說誰誰誰 沒有 我還開門 我四樓跳出來我 我一直笑 我就覺得很好笑 那時候我住了四樓 很幼稚 很幼稚嗎 很幼稚啊 而且不講話 是總有一個人感覺到說 他不跟我講話了吧 那兩個人同時察覺說 我們不講話了嗎 其實四年前那個四年是吵架 我說不要來玩了 四年是有明確的吵架 吵架 吵架 那是有吵架了 可以講嗎 然後四年後就 大的肚子來找我 你叫我怎麼辦 是她大的肚子來找你 是 你講了一個你比較有尊嚴的版本 對不對 就是有尊嚴的版本 對不對 沒有還好啦 有朋友就是這樣 那八年那次不是正式吵架的那一種 八年 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我也在其他都好笨 怎麼笨啊 老師怎麼笨 就被騙什麼的 對啊 那我講了他 他大也不太高興了 他罵你 都理我了 那次是他不理我了 可是他罵你是為你好啊 他聽不出來問題 老實講 因為你們嘴巴都太會講了 嘴巴可能是 對 那所以 就會比較傷 你知道嗎 好朋友的問題 你講話嘛對不對 所以你來了 又來了 你們又想 你講話很兇啊 其實我還好啦 我就是根本就 他們是習慣 可是好朋友中間也會講話 不兇 他怎麼會兇 他不可能兇的 他溫柔體貼 不會啊 他罵他模特兒就罵他跟鬼 怎麼會 所以我不會再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當時你覺得他講太重 你就不想理他了 我其實我 那次還蠻有 蠻Calm down的跟他講 他有情緒 我不能有情緒對不對 是 那我就跟他講 我覺得他不理我的算了 然後就 就不聯絡了 而且說只是 我們大家都忙吧 其實 真的 可是你們 你們兩個會互相一直看到對方 出現在媒體上啊 會啊 但是 看到就這樣 哇 真的假的 沒有啦 在派對有 派對碰到沒辦法 把他當空氣 我們還好笑 我們去看Gucci秀 他就坐在我正對面 哇 這樣很少情侶喔 真的很 你有沒有經驗 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耶 這樣的情侶比較少 對齁 有一點 所以直到 就是直到你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再 知道了以後 再聯絡他 對啊 就希望他好起來 因為情緒好一點嘛 比較好吧 那這幾個月來 他就重新 拉你出去吃飯什麼這些東西 對啊 對啊 然後就老朋友 很多老朋友聚在一塊 OK 對啊 你後來說包翠英挖掘你 是挖掘你什麼事 其實包翠英 就是我們那時候 最一起跳舞的時候 在謝爾頓跳舞 那個包翠英那時候 已經當model了 那剛好說 那BEN BEN 一個牛仔褲的BEN BEN 當然都不知道了啦 BEN BEN我知道 是香港牌 BEN BEN是很有名的牛仔褲欸 那我們就說 他覺得我蠻會編的 然後我就說 他把我挖過去 這是我的開尺 這是我服裝的實在開尺 他挖你去BEN BEN牛仔褲 做coordinator 所以要不然 要不然你本來 不能算在時尚界 對 我不是 我第一個工作 其實在L-Line工作 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工作 做什麼 做地勤 你這麼兇可以做地勤啊 蛤 你這麼兇可以做地勤啊 我這麼兇可以 其實喔 管人是你知道嗎 後來變成我管人 管人那個情緒才會來 你來管管看 OK 就是現在我 不管人的時候是很peace的是不是 你問他們 其實管人 哇 我現在的秀導 一個比一個兇 我跟你講 真的 我那邊在笑 我說你們當時還罵我兇 你看看你們現在什麼樣子 所以包翠英把你挖下去了 是的 我還以為 他跟你差不多同期了 結果他比你早 不是把我 他把我介紹給杜愛蒂 杜愛蒂是在BENMAN的 他是做老闆嗎 杜愛蒂以前也是model 很有名的model 我知道啊 很活潑的 對 他們那個時候有很多 看過 好 比你愛漂亮記者會 纏著女兒吐槽 原來出來 穿了豹紋衣服 開記者會那一次 我在家裡換了八百套衣服 我也是在Fashion Show 我說我明天 一個癌症的人 他應該穿得普適一點 人家會笑我嘛 你這樣出去 人家一直覺得說 他病得不輕耶 怎麼會穿成這樣 就說太普適了 就換成像慈濟的 對… 所以我還是換我原來的我 那個model好多 都很有名 都是洪文明幫我們做起來的 他也是我的model之一 你沒看過這麼矮的model嗎 你是model 把照片拿出來 他的第一場秀對不對 我第一場真的 我第一場我說 我們要做一個秀 我們想說做一個國內設計師的秀 對 你每次都做一些品牌 我就說應該是國內設計師秀 那我們就第一場 那麼結果最後一場 那個時候我們找B06 Disco剛開始 就把一個最矮的做壓軸表演 還滿轟動的喔 對 壓軸秀應該還滿有樣子 我覺得很好玩 他跳舞 他不走路 他真的跳轉 對 那個年代滿好玩 他講給彌補一點高度 就是 他只是沒這樣子而已 我後面站一排很高的人 就我一個個子最小 所以你那時候有料到 他後來會變成model公司老闆嗎 對啊 因為他一直 我也沒 不要問他了 我今天也沒想到我要做這一個 我還留 你自己不知道 他 我還有好幾張他畫 他很會畫 他是很會畫那個 那個 爆娃娃嗎 對 衣服怎麼穿 然後那種 那種玩禮服啊什麼 他很會畫這個 因為我選美工的啦 而且你知道他很討厭 以前我們兩個講 我每次要表演上的 他就會幫我化妝 他幫我化妝 然後假如畫一半 突然我們兩個翻臉 我就很可憐 因為我都閉著眼睛畫嘛 畫 我一起來 他就畫圖兩個紅的在這裡 那多可惡啊 是這樣子喔 我說你不要那樣子 真的是下一波的 最要流行這個 你幹嘛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就是 吵吵吵吵吵吵 他就把我畫兩個 可是他一直幫你做唱片的造型 是不是 對 那個早期的時候 連編舞啊 連歌都很好玩 反正我們一些都很好玩啊 對 可是你好像也幫別的歌手做過造型 那時候後來有一陣子 我沒有出唱片的時候 然後我有幫大S小S嘛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下課十分鐘就是我編的啊 真的嗎 對啊 然後楊玲的 也是我編的啊 手比來比去的那個嗎 但我會跳舞啊 很多人的舞蹈啊 都我做的啊 大家現在開玩笑說要抓你去跳舞 如果你跳得動的話 還真的會去跳舞 我當然會跳舞動啊 只是跳舞也是一種運動吧 那種不好 你現在跳得動嗎 都能跳得動 怎麼會跳不動 因為講起來我們喜歡音樂的人 對 因為音樂來的時候 你在家裡現在還會 稍微跳一下嗎 對 你聽到音樂你就會動啊 對不對 那你女兒現在還跳舞嗎 Juby 因為她有小朋友 她已經很多年沒有去Disco了 所以她只有以前小時候 被你抓著一起上電視 我們一直跳舞啊很好玩 其實對Juby 大家印象深刻 是因為她很小的時候 我第一張唱片 她好可愛 她就是會跟我一起上電視 然後我們去Disco 我們也帶她去 對啊 是所有人在認爲我們兩生的 對 其實我覺得我最開心的 真的就是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在Hilden的時候 然後沒事就出國 我們常常兩個人 跑去日本對不對 然後回來不到兩天 又帶一堆人又去日本 很瘋狂 真的 不然就去香港 對 對 你要我出國就煩死了 然後有一次她去歐洲 她跟我講說我沒去過歐洲 她叫我去歐洲 我說她去歐洲 那怎麼辦 我沒有規定卡 因為過幾天不要去 她不懂什麼叫信用卡 對 我不懂 我說妳不能帶那麼多Cash出去 我說很危險的 她就帶我去辦耶 她很厲害啊 她一個小時就幫我辦出來 哇 大概沒有一個小時 對 很厲害 所以人生中的第一張信用卡 在歐洲 妳來 真的 妳來 天啊 妳看看妳買的大包小包 對啊 她黑的玉團好矮耶 真的啊 沒有啦 是真的嗎 對 那一次去好好玩 因為我們 剛好當天到就碰到那個 那個佳年華化妝的那個 有沒有 第一天 所以妳 妳如果結婚的時候有不順心的事情 她是妳哭訴的對象嗎 對 那個時候真的 因為我們兩個 就是真的是那時候真的是 都睡在一塊了 那個時候我真的耶 不騙你 我多麼不信 真的 而且我被她耽誤不信 我不可以講嗎 那個時候還不曉得 用兩個棉被睡一張床 我們兩個是一個人這樣子 睡一張床 我說妳不要碰我過來 我說妳才不要碰我咧 然後眼睛都從裡面進來 我們冷的一個晚上 對 很好笑 我們去哪裡兩個都從一張床 然後她睡那邊 嘎嘎腳 我睡這邊 然後她回媽媽家 或是跟她媽媽吃飯我也去 所以我相信她媽媽一直覺得說 這可能是未來的媳婦 那她那時候跟你訴苦的時候 妳都會聽嗎 會啊 就是 就是我為什麼那麼唠叨嗎 她覺得我唠叨吧 就是安慰她 什麼叮她 其實她也聽不懂啊 那時候 我們第一天復合 就是阿寬約我們在元七 然後她就 她們就來了 妳知道嗎 我就嚇一跳 妳有緊張嗎 對 她有點緊張 她們就來了 然後來了 Jubi也照嘛 妳知道 然後 欸 她才見面不到兩分鐘 她在跟我算舊帳 好好笑 算什麼舊帳 就是說 我先給妳講清楚 妳今天為什麼生我的錢 對 她還是不上床 我要問明白 那她表現怎麼樣 沒有人了 沒有人了 她變了 一開始就假了 沒有 因為我剛開完刀 我不想理她 沒有力氣 沒有力氣 我不知道她傷口 那邊有個傷口 我就啪啪啪的打 我不知道 結果呢 很痛嗎 很痛啊 我說妳幹什麼 我很痛 對 路人誇張的反應 讓Billy佈置了 該哭還是該笑 有一個階段 路人會看到妳會哭啊 還碰過一個人是 看到我 他還沒想到 Billy要搖 Billy小姐 我Billy小姐就哭了 那妳反而要安慰她 可是那時候我心裡是在想說 拜託 那她表現怎麼樣 沒有人了 沒有人了 她變了 一開始就假了 沒有人了 因為我剛開完刀 我不想理她 沒有力氣 沒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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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她傷口 那邊有個傷口 我就啪啪啪 我就知道 結果呢 很痛嗎 很痛嗎 我說妳幹什麼啊 我很痛耶 妳後來出來 穿了報紋衣服 開記者會那一次 那個時候是 妳有沒有很害怕 面對記者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 一直被媒體追著跑 然後我 我家底下都是 我每一次出門都被偷拍 所以是什麼狀況 是大記者會一直打電話問妳問題嗎 沒有 他們會 就是說透過很多人來找我 但是我都是關機的嘛 因為那時候很多 每天接幾十通電話這樣子 很多朋友關心我 送我書這樣子 就是一直在安慰我 那我當初因為不知道化療是什麼 所以我也放了人工血管 OK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就也進去放了人工血管 後來是因為我回家 那時候沒有藥我回家嘛 回家兩個禮拜的時候 就接觸了很多朋友 是知道化療 那有些是已經做過這些東西 就就跟我講 妳越講越害怕 妳就開始害怕了 害怕的時候 我就自己得了恐慌症 就以為自己要走了 就送去醫院 然後一直交代我女兒後世 我都不能後悉 這有什麼好笑 我就笑這個朋友 你知道嗎 這不應該笑耶 紅衛銘 對 妳現在了解了嗎 她又來了 妳覺得她太戲劇化了是不是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快要走了 就一直交代後世 然後那個醫生就叫我女兒去旁邊 她說 妳媽根本沒事 她好好的耶 心電毒都好的 她沒有死 她並沒有要死掉 對 可是我就說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這樣子 很好笑 是喘不過氣的那種感覺 對喘不過氣 妳就覺得快要呼吸了 OK 妳自己嚇自己你知道嗎 對 所以後來這怎麼 後來妳一定要出來 因為媒體是追著妳跑 妳乾脆是記者會 她們就不會再一直問妳 一次解決掉 對 對 那那一次出來的時候有考慮說 我要看起來比較樸素 還是我要性感還是 我跟你講 我在家裡換了八百套衣服 我一直在白心秀 我說我明天 一個癌症的人 她應該穿得樸素一點 還是怎麼樣 一直換一直換 我女兒就覺得我很好笑 妳知道嗎 妳還是原來的妳 那就是妳做妳自己就好啦 你知道 我換了幾套 覺得人家 我女兒說人家會笑我嗎 你這樣出去 人家已經覺得說 她病得不輕耶 怎麼會穿成這樣 就說太樸素了 就換成像慈濟的人 對 對 她想哇 她才真的病得不輕 所以我還是換我原來的我 就抱紋那個性感的衣服 對 那現在決定說可以再出來 工作是因為想散心嗎 真的 因為我 我是坐不住在家裡 我真的很想出來見見老朋友 然後開心嘛 比妳躲在家裡哭 或是沮喪好嘛 妳的狀況嘛 應該還是應該要工作 我覺得 對 很多人勸我說 妳應該出來工作 妳才不會想很多 才會開心 因為我工作是我最開心的嘛 對啊 不然在家裡的時候 妳都在幹嘛 在看電視嗎 沒有耶 我都看書 看書 然後整理 我看書 我現在很有學問 妳不知道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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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書 翻一下 時尚雜誌總體 對 我看了很多 妳不知道有很多要給我嗎 在哪 然後呢 我就看了很多 生病的書 心靈的書 很多人送我 這個方面需要知道 我現在專家喔 然後 很多人送我這些有關心靈的啊 然後聽一些東西啊 哪一個階段路人會看到妳會哭啊 我常常碰到路上的人真的很感動 很多人就是說 妳不要說路人 她自己也是這樣子的 她今天還好耶 不會 她今天有我的 因為 她比如說我們什麼門朋友生病了 我現在哭 她就會跑過去 到人家都哭 我就把她罵 人家好好的生病 妳去哭什麼哭啊 哭已經沒了嗎 所以她以前也是這一個路線 就是這樣錄啊 什麼人就碰什麼人 對啊 因為你 你生病了 你很難過嘛 她就不准我哭 為什麼 不懂 她怕你心情不好 不是 人家 人家搞不好覺得好好的我 別人生病 假如我是這個病人 我不覺得怎麼樣 你哭了幹嘛 人家會這樣覺得奇怪啊 她 其實她的意思是說 人家都還沒走 你在哭什麼 是 你現在自己也這樣想是不是 不是 對 然後我 我每天出去 就是很多路人跟我講說 比利加油 很多人喔 不管去醫院的歐巴桑啊 很多人 然後你上 加油很好啊 對 你去百貨公司 去吃飯 每個那裡 比利加油 那我就很感動 你知道嗎 然後就還碰過一個人是 看到我 她還沒講 比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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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哭了 那妳反而要安慰她 可是那時候我心裡一直在想說 拜託 我還沒走啊 妳哭什麼 可是那些 如果 人家討厭 對啊 我知道啊 如果一天有太多人跟你加油 會覺得很累嗎 因為妳要一直回答人家 我跟你講 我還有一次 我女兒翻臉了 我還有一次碰到一個女的 我不知道在做 買料公司過什麼 她一直在旁邊等我們 因為我們在買東西逛 她一直跟著我們 後來她就 一直終於等到我買完了 就有話要跟你們講 對 然後她就說 比利小姐 我看到妳的事情 然後我知道 妳一直都是一個很虔誠的 佛教徒 姓觀音啊 她說 我說 蛤 準備什麼 她說 那妳準備好了 阿姨就說 妳有沒有準備好了嗎 她上去了 對 那我女兒就說 妳什麼意思啊 妳 你知道嗎 那她做什麼的呢 還是說 她是想要勸妳改姓別的宗教嗎 不知道 還是說 還是妳說是 你們好壞喔 反正anyway呢 我的反應是這樣子 我的反應會這樣子 我認為她可能是要勸她 信另外一個宗教 真的嗎 就妳準備好沒有要 到別的神的懷抱 什麼這一類的 反正很好笑 反正我就是覺得說 真的 妳們看到我的時候 只要給我加油就好了 不要問我說 可是妳每天出門的時候 都願意被人家看見 妳不會那種說 把帽子戴滴滴 戴口罩什麼 就可以有一天 不要有人幫妳加油這樣 不是耶 有嗎 我每一次出門 口罩加帽子 我女兒說 妳這樣會嚇到人 人家反而會注意到妳 所以我就把口罩拿掉 只戴帽子 或說只戴墨鏡 我想起來她 有一支昏腦過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她在演唱的時候 因為那個麥克風的時候 在謝倫的表演 妳忘了 觸電那一次 那個兩支麥克風 沒想到說她漏電 這個 她上台了 一上台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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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然後那邊去 然後噔噔噔噔噔 抖到那邊來 然後砰就昏倒了 因為那些吉他的人 她就說 怎麼比你來生一招 不是 都沒有人理我 你會說我跳新招 怎麼會這樣 結果就是昏倒了 她躺在地上 那些服務生就說 比你安息 我好氣喔 真的 沒有人當真就對了 只不過有一個人 她昏倒了你還不理她 還以為她跳舞 是怎麼回事 可是那時候 會有這種問題 是不是 OK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所以妳除了被麥克風電暈之外 平常不太會生病對不對 我真的不生病的耶 所以過去八年 如果沒有跟妳絕交 她應該還是會拉著妳出現 所以我有點點愧疚 不要再絕交 她又不太想 不會啦 她沒事的啦 所以 妳現在在家裡頭 妳還會很操心的管妳的小孩嗎 會啊 我就會說 Juby做這個 Juby那個 因為她假如要罵小朋友 我就會說不要罵她啦 我會管她 然後變成小朋友聽我的 她就很難做 她就覺得妳看 她們都聽妳的吧 隔代教養這樣 對 就是說 就有問題 就說妳看她們都聽妳的 她最愛妳了 然後 然後我都 我講她們都不聽了 妳就干擾了媽媽媽 對 所以有改正嗎 沒有 因為妳很愛她們 可是妳是一個 妳是一個很容易溺愛小孩的人 對 所以孫子也會被妳溺愛 真的 可是她們那個孩子 那還蠻孝順她的耶 對 她真的蠻愛護的 所以反正這一陣子 妳就會維持這個生活節奏 對啊 然後那個 多久要回去印度一次嗎 他們其實每個月都有伴耶 她們永遠都有課 妳每...妳要住在那邊也可以 然後她們像 下個月就有在馬來西亞 12月就在黃山 她們有序序優格 有不同的課 對 她圓圓圓 對 她圓圓圓 她在...她在蘇俄有... 有學校 德國有學校 好 很多地方 幾乎全世界都有學校 對 蘇俄現在已經不在 現在是俄國 喔 俄國 不是 她還說讀很多學 所以妳... 妳需要回去定期報到 還是妳已經學會了 妳該學的東西 沒有...她一直都有 我現在初級 我現在高級班上了一堂了嘛 然後她一直不斷有課 妳可以永遠學不完的 對 那妳會倒過來叫洪偉銘說 她要開始過健康的生活嗎 她的空氣這麼多了 還不夠嗎 妳看她肚子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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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真的我覺得啊 就是說 其實家裡假如有人生病 那旁邊的人會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像假如妳家裡有個人生病 妳讓他學這個呼吸調節的話 調節法 還有旁邊的人都要學 因為可能這個人病好了 其他人都病倒了 妳知道嗎 因為照顧他壓力很大 但是妳學習這個妳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都太緊張了 就負面的情緒是最大的傷害 真的 然後你看這麼多憂鬱症 然後現在癌症 不是四個人 是三個人就有一個 醫院越開越多嘛 那我們大家其實只要簡單的生活 生活規律 然後心情放輕鬆 其實就已經好一半了 是 真的 好 希望妳健康喔 Billy 加油 加油 兩位好好相處啊 不要再吵架 謝謝 謝謝 妳今天也差很多耶 妳今天也差很多耶 妳今天也差很多 好